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美洲360 在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会有很多的新车 很多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在正式开始影片之前 请记得大家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哦 第一则新闻就是 Honda City Hatchback 终于在马来西亚市场登陆 新车总共有四个车型可以选择 就是根据原厂表示呢 这款车其实在今年的4月就要发表 但是因为疫情加上芯片短缺的原因 延迟到这个月才正式的和我们见面 但是新车依旧还是充满竞争力啦 根据原厂公布的消息 这款车总共有四个车型 分别就是三个1.5L 自然进气引擎的版本 跟一个1.5L IMD 的版本 不过 IMD 的版本暂时没有公布任何的详情 这个1.5L 的自然进气引擎 可以产生最大121PS 的马力 峰值扭力为145Nm 匹配的是 CVT 变速箱 至于在 IMD 的版本呢 最大马力表现是109PS 峰值扭力253Nm 而且在这个 IMD 的版本上面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 HONDA 身性主动安全配备 在本地的 B-Segment Hatchback 中 这款车的配备算得算是数一数二了 这边是价格表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第二个新闻 大改款的 Mazda 2 终于在欧洲和我们见面 其实这一个大改款的 Mazda 2 大家相信应该会看起来感觉似曾相似 其实没有错 它就是欧归的 Toyota Yaris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 Toyota 和 Mazda 达成合作协议 Mazda 为了降低成本 跟达到欧洲的最新排放法规 因此他们选择直接贴牌了这个 欧归的 Toyota Yaris 它搭载的是 1.5 公升的 三缸 Dynamic Force 混合动力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14 HP 虽然看似马力不高 但是它拥有 0-109.7 秒的加速表现 实力非常不错 重点是它可以满足欧洲的 Euro 60 排放标准 大家可能会觉得 Mazda 2 变成 Toyota 会不会是一个操控上面的降级 但是其实并不会 因为采用 TNGA 打造的 Yaris 操控表现进步非常的多 而且这款车还获得了欧洲年度风云车的大奖 所以 Mazda 2 贴牌的这一个 Toyota Yaris 呢 其实是代表着它的这个地位更上一层楼 我相信它会有更好的表现 目前 Mazda 只公布这款车会在欧洲市场发售 至于会不会来到亚洲呢 我们就等待原厂的消息 你期不期待这款车呢? 第三则消息就是 Toyota C-HR 的大开款确认开发中 而且会以全新的 E3 平台打造 Toyota C-HR 虽然已经在我国市场停售 但是这款车在国外销售成绩还是非常的出色 加上大改款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原厂已经为它计划着大改款的车型 而且这次 C-HR 的大改款 将会采用 Toyota 的全新平台打造 这个平台叫做 E3 原厂表示这个平台算是结合了 TNGA GAC 以及电动的 E-TNGA 平台 结合了两者的资源 所以在未来这个新平台可以支援内燃机引擎 混合动力引擎以及纯电动的引擎 对于 Toyota 来说 它们可以更快速的开发新车 同样的也可以节省不少成本 而第二代的 C-HR 就会基于这个平台打造 不过目前这款车是专属欧洲 至于未来会不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呢? 我个人觉得是可能性比较低一些 因为目前我们已经有了这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这个 C-HR 似乎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你说对不对? 第四则消息 吉利和这个戴姆勒集团合作开发全新的引擎 未来可能会取代这个1.5公升三缸涡轮增加引擎 在去年的年末 这个吉利集团正是跟 Mercedes-Benz 的母公司 戴姆勒集团达成了合作协议 他们会开发新一代的内燃机引擎 这个内燃机引擎除了 Mercedes-Benz 使用之外 吉利跟 Volvo 都会采用这个引擎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吉利在中国的主力引擎 是1.5公升的三缸引擎 以及2.0公升的四缸引擎 但是因为中国市场特殊的过程 所以这个三缸引擎消费者并不是太可以接受 所以吉利急需一记四缸的新引擎 来取代这个1.5公升三缸引擎 所以相信这个和戴姆勒合作开发的引擎 就是吉利未来的主力 至于我们的国产车 Proton 会不会有机会使用到这个引擎 我个人觉得机会渺茫 因为目前原厂已经在马来西亚 建设这个全新的1.5公升三缸引擎 所以未来 Proton 的主力 应该还会是这具引擎 大家对于这个消息有什么看法呢 第五则消息 Kia Malaysia 确定会引进四款新车 而其中这个Kia Sportage 确定是其中一款 在这个 Burmax 接手了Kia 的代理权之后 他们就很积极地在建设这个全新的生产线 计划把马来西亚打造成Kia 在东南亚的这个生产基地 如果作为生产基地 没有生产一些新车说不过去 对不对 除了早前已经预览的Kia Carnival 之外 另外还会有三款新车加入这个阵容 第一款就是全新的 Sorrento 第二款就是Kia Niro 最后一款就是万众期待的Kia Sportage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个Kia Sportage 马来西亚版本 会采用什么引擎 不过我们估计它应该会采用这个 1.6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加上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为什么会这样说 第一点原厂表示他们的这个策略会步向电动化 第二点就是之前 Burmax 已经跟本地的一些 充电器材供应商达成的合作协议 未来会建设这个充电站 所以从种种的趋势看来 Kia 在本地推出这个 PHEV 的车款 应该是适时的 只是我们目前还不确定这一个引擎规格啦 根据原厂的计划在 2022 年 会有 Carnival 跟 Sorrento 的发布 至于在 2023 年则是 Sportage 跟 Niro 大家觉得这四款新车 你们比较期待哪一款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美洲360 的全部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